好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最佳剪輯獎 我覺得表演跟剪輯是相輔相成 好 接下來讓我們看一下 入圍最佳剪輯的有 最佳剪輯 陳曉進 卓藝謙 年少日記 廖慶松 大總榮志 石門 謝孟吾 一起 差不多是怎樣 就沒有你很不一樣了 陳俊宏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嗨 老公 黃金甫 周楚除三嗨 第六十階金馬獎最佳剪輯 大總榮志 石門 有台灣新電影保母之稱的廖慶松 第十二部入圍金馬獎最佳剪輯首次獲獎 近年他致力於提西後進 他與導演大總榮志一同操刀 以沉穩的基調將主角的日常碎片 有機的串連在一起 各位請坐 我承受不起了 拿到這個獎心情 不知道很沉重還是很快樂 因為這是我第一 根據統計是第四次提名 感謝金馬獎 感謝評審團 感謝李安主席 感謝真的金馬獎所有人 我心情有點激動 因為我在46年前第一次提名 然後中間一直陪很多公子讀書 實際上我心情也因為 一再的可能沒有拿到獎改變 慢慢我覺得我應該讓片子更好 而不是說我想得這個獎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的跟影片融在一起 當然這個過程我要第一個感謝 大總跟黃季導演 你們拍了一個這麼優美的片子讓我剪 而且大總導演還是前面的粗剪 然後細剪的人 我也感謝渡門我的助理 幫我做了很精切的操作 事實上我一路走來 我要感謝很多人 因為很抱歉 因為13次沒得獎 我把13次畫一次把他講完 我從進來 實際上我也跟旅行導演 丁善喜導演合作過 有很多人幫過我的忙 然後事實上在1982年的新浪潮 胡孝賢導演 楊德昌導演 萬仁 鄭壯祥 柯一正 陶德成 張毅等導演 他們都是一直跟我一直工作 然後其中 有一個導演一直說 你拿不到獎 你剪我的片子永遠拿不到獎 那就是胡孝賢導演 我每次提名 他看到我就搖頭 看起來你是不太有可能會對 但是我覺得我從胡孝賢導演一直工作 事實上我是從 我進中影他也進中影 我一直工作到現在 我跟他一起工作了49年 然後從整個一直過來的過程中 事實上我在剪接每一格 每一格的片子 胡孝賢導都陪在我身邊 我剪每一格 他大概怕我剪錯一格吧 我們兩個相處的時間 比我跟我老婆相處的時間還更久 這一直走過來 他一直用他的資源 用他對我們所有工作人員 包括杜師傅 包括平兵 包括所有的人 他一直用他的資源 用他非常寬度的 大度的一直幫我們忙 所以事實上 我從他那邊學到了 學到了怎麼去 言以利己 快以待人 但是我們一定要要求最後的結果 事實上 我要跟導演講 欸 導演我終於拿到獎了 而且我每一格都沒有放棄過 謝謝 謝謝 剛才我在後面看到廖三一直講給你們他的故事 對我來說 跟他一起剪輯的是 其實我剪輯的時候 我看他感覺他不是剪輯那個故事 好像他剪輯一個人生 所以感謝廖三一直講給你們的工作 感謝廖三一直講給你們的工作 谢谢